从零到一学盆景 从一到零做文化 我是老楼 欢迎大家回归一博盆景 大家好 我是老楼 雀梅呢 熟理科植物 然后马上想起来 像枣啊 酸枣啊 这些都是熟理科植物 花是两两相对的一个情况 尤其长江流域这一代 生长的特别多 也是作为盆景素材 盆景材料里面的 七弦之一 所以雀梅是相当好的 一个盆景材料 雀梅呢 有几个问题 得给大家说说啊 反正植物 它都有一些维管系统 就维管系统是保持植物 能够生得高 生得长 最主要的一个 里面的组成部分 对于其他的很多植物来说 它的维管系统呢 都是互相能够接通的 就是说你如果这只和那只 剪掉它互相 就能雀梅呢 就这点比较复杂 相对来说 它的维管系统 如果我举个例子 就像咱们那个 排列的一根一根的水管 顺着这个 整个这个维管系统 往上输送水和营养 但是呢 由于它排列的很整齐 它互相之间 它是有隔绝的 每一根是独立的隔绝的 所以雀梅呢 往往容易造成什么呢 你的根和叶 镜之间 它的维管系统是对应的 它顺着这条维管系统上去 供着这条枝条的那些营养和水分 在检渣过程中容易造成一定的伤害 过去呢 领南派盆景还有一个说法 这开玩笑说法 就是说是 雀梅叫做 你把雀梅做了很长时间 叫做功成生退 那做成了 好不是做成了 你长得已经好多年了 你很老了 但是呢 它就 哎 反倒给死亡了 这就是由于它那个维管系统 比较独特的原因 如果是有人在这个挖桩的时候呢 它一般都是在 大寒和小寒之间 就这几个点 它容易成活 否则其他时间不容易成活 咱们这儿的 秦岭山上 南北 这山上都有雀梅 它喜欢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 只要湿度大 就可以 不挑盆土 都可以生长得很好 淘岛这两颗雀梅呢 是在市场上 他们做过一次造型的一个盆景的胚装 作为一个盆景植物 大家看看 当然也是 也有一定的姿态 我不是太能接受这样的姿态 所以我要给它 适应一个重新的一个改造 仔细观察 剪了 它就不太能够再生出来了 因为它的维管系统 也是随着你的剪掉 不能够给它供水的时候 它自己会萎缩掉 对应的根系部分 它也会萎缩掉 那么这颗选择呢 我看了一下 有两种 留这边 一个是 留这边 这两个 这两个在取舍一只 考虑半天 我觉得这个姿态 从这上来以后 像龙行弯一样 再往远处生一点 会比较好 如果还在它的 它的重心点上 生这么只条 所以我都把这个 大只给它去掉 大家在剪这个雀梅的时候 一定的注意 适当地给它留上 一些个萎缩的距离 你剪完以后 它的这一段 往往它还会继续萎缩下去 剪完之以后呢 一定要赶快地 给它上那个 伤口愈合剂 或者是一些保护剂 让它这个水分和营养 不同着 再蒸发和流失 尤其像这种大的枝条 一定要赶快抹上那个 我这是用的是白乳胶 这里的剪法 可能大家看不清楚 但是通常情况下 是你要留下的一个 造成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形象 在这个总体形象里面 首先把那些个 内藏枝 交叉枝 重叠枝 还有那些个平行枝 这些东西要取舍 要剪掉 然后呢 使它更通透 长得更好 车梅的萌发力 其实还是可以的 现在呢 不是一个换盆的季节 所以现在我不能马上 对它进行换盆 如果换盆呢 上面的围管系统 这个地方断掉了 容易造成它下面的 根部的萎缩 所以你现在的换盆呢 再把根部萎缩的部分 和没有萎缩的部分 再去扰乱的话 像这一支 这个整个这个枝条 也可能会死亡 现在不是换盆 像这个盆最后可能是 最好是它盆土大一点的 像这个浅盆 这种都可以 这样对到这 就应该是不错的 一个小盆景 可以适当的 稍微裙节一点 重的咖啡一点 这个盆也行 来 看 对到一样提的时候 这个盆也行 就挺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